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sir正能兩個時間 今集內容會說什麼呢 昨天高sir預告今集會講關於修例事件 一個很成功的平台叫Telegram的軟件 裡面開了很多不同群組去煽動和起底 在我講之前希望大家幫忙訂閱高sir的頻道 還有Like和Share高sir的影片 讓更多的朋友或市民可以去知道 或者是接收到高sir的正能量 在開始之前一如以往高sir都要recap一下 今天發生的新聞 首先東京奧運經過多方的壓力 會延至明年7月才舉行 高sir都覺得正確的 現在全球疫情都這麼嚴重 我們不可能讓一眾的運動建議去冒險 對不對 當然比如我們中國同胞和香港隊 更加不能夠 對不對 好 接著今天的疫情就更新一下 我們基本上已經近600宗了 近600宗 今天有些不好的消息 繼昨天警隊有一位同事中招之後 今天又有一位同事中招了 有40名PTU的成員 有機會都需要去隔離 這位警員早些康復 第二就是那個 口碼地警署凌晨 又有汽油彈攻擊了 當然有一輛私家車就無辜中招了 當然我們最關注的私家車 中招都是我們叫死物來的 但是這個恐怖主義已經在我們香港 是不斷的蔓延 之前蓋了一個又是製造那個炸彈 武器的鬥 奇網高sir正如一哥所說 就是嚴正執法 就是我們努力地去打擊這些罪案 是的 我們在說一個都不能少 另外就是那個警方也指出了 去年6月至本月初 接駁1678宗黑暴投訴 但是有個數字要值得留意的 當中有66%非當事人提出 非當事人提出 即是說純粹是一些 我們叫懷疑 即是網軍 即是網軍提出 即是賊去投訴 即賊去投訴 那你這些公信力有多少呢 另外當中有7、8宗 由17個人提出 6多少呢 7、8宗 由17個人提出 大家可以想想 平均一人去投訴多少宗 那那個公信力 或者是那個造假 誠意 一人 即是一人 有不同的專家 那之前呢 就是那個 川普抹黑 就是我們國家 就是叫中國肺炎 那另外 就是前兩集 高sir正能 都有去罵 就是小阿秋生哥 就是說 喂你沒有根沒有據 你為什麼要用中國肺炎 和武漢肺炎去不斷用啊 還要侮辱我們祖國 喂這件事是不是值得罵呢 那麼 今天呢 就是那個 也都有很多專家去指出 就是說那個病毒的源頭呢 不是來自武漢那個 那個華南市 就是我們叫那個 那個什麼市場 就是那個市場 不是來自這裡的 那麼 之前呢 很多人呢 就一口咬定呢 就源於這個市場 因為它呢 就賣東西 是吧 那麼 導致到呢 就是那個 爆出那個疫情 那麼這件事呢 就 沒有科學根據 也都是不對 包括那個 袁國勇 啊 就是袁國勇教授 他都曾經呢 這樣說過 但是當然 他及後呢 那個鐵文呢 都快速地刪除 是的 那個快速地刪除 因為他都知道 沒有根沒有據嘛 根本那個病毒 就不是來自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的 是的 還有他可能之前高sir 都分享過 那個病毒 那個代數呢 那麼基本上 在中國呢 就是第三代 根本就不是第一代 是吧 那麼你基本上 大家都沒有根沒有據 所以呢 奉勸大家 都不要用這個 這個 那麼侮辱我們國家的名稱 特別是我們香港的同胞 香港的市民們 啊 尤其是暴徒們啊 沒有根沒有據 就不要再去抹黑啊 啊 明白 那麼最後 最後最後最後就是呢 那個啊 就是我們說 大國的風範是什麼呢 大國的風範呢 就是呢 可以迅速去壓止疫情之後 還要呢 去奮力去幫各國啊 就是全球各國啊 包括呢 就捐出1,700部那個啊 呼吸機 還有呢 就是抗防疫物資 去支援其他國家 當然其他國家全部呢 紛紛賺好 紛紛去多謝我們的國家 我們中國 那唯獨當然呢 唯獨當然是美國啦 是不是 阿琛琛都說 喂 死10萬基本上不幸中之大行啦 就是是人民那個性命於不顧啦 我們這樣說 就是毫無責任啊 你慶走 那接下來大選呢 就是啊 高sir都祝他好運啦 好嗎 那麼說回今天的正題啦 啊 跟大家分析一下 Telegram 啊 其實Telegram是什麼呢 那當然我們年輕人呢 當然是會知道啦 那高sir呢 就會講解多一點點 其實跟Whatsapp一樣 Whatsapp啊 或者是微信一樣啦 那其實呢 它都是一個通訊軟件來的 通訊軟件 那不過呢 這個Telegram呢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去開發的 去創名是一個俄羅斯的人 那跟著呢 過往呢 這個軟件呢 就是被譽為呢 那個加密性強的軟件來的 那當然高sir都用過很多 這些這樣的不同的軟件呢 的而且確呢 啊 是的 就是覺得Telegram呢 那個加密性很強的 那另外呢 就是那個大家都看到了 修例 整個修例運動 甚至乎去到 所以會選舉 啊 基本上呢 連登 就是我們那幫暴徒呢 最常用的是哪兩個軟件呢 第一就是連登 啊 連登是一個社交平台 社交軟件 它取代了Facebook 取代了Facebook 那跟著呢 就是在Telegram裡面 就去做通訊 那Telegram這個Telegram呢 最大的功效是些什麼呢 那高sir呢 就出了一些奧體的應用 那就是潛入了很多不同的群 那還有當然高sir都建立過很多不同的群 去打擊暴徒的 那當然 那他就好像呢 我們WhatsApp那樣 可以建立一些群組 那當然 那過往WhatsApp呢 建立了一些群組之後呢 那第一 一群組呢 會有一個人數限制 那255人呢 就極限的了 那但是 那個Telegram呢 那個群呢 基本上是沒有限制的 我開了之後 那只要呢 那幫暴徒有個連結的話 就不斷加入 不斷加入 不斷加入 加入一些不同的群 它基本上一個群呢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高sir進去呢 看到都一萬多到五萬多六萬呢 都不等裡面的參與的人數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恐怖的數字 255人對比當五萬人 哇 那裡說幾個呢 有什麼好處呢 多人的時候 那就可以快速傳遞訊息咯 包括煽動訊息 包括抗爭的時候 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戰術的資訊 是吧 那這次呢 就是說 過往呢 Whatsapp失敗之處呢 就是呢 大家太多Whatsapp了 就是你一句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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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那句那句 那句那句 就是沉默底咯 但是呢 Telegram群組呢 Telegram呢 有一個功能呢 就叫公海 公海資訊群 那他呢 純粹呢 只有他有相關的 admin 就是管理人 可以發資訊的 那他裡面呢 進了群的那些人 只是純接收 純接收 那基本上 如果應用回到戰場上 哇 那不是很 很厲害哦 第一 他可以呢 只是發 那些人只是接 好嗎 那第一 煽動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高sir呢 進了很多不同的群 基本上呢 第一 共通點 各個群都是不斷發出一些 煽動的文宣 是吧 那非常之煽動的 就是和很多的歪力 不斷地炸 每天都炸了 是吧 第二 就是那個 那個 功能性 功能性呢 他們也都很細分的 譬如有一些的Telegram群 昨天高sir正能 都分享過了 去區議會 他們就去開了一些五大區 那接著了 十八區 那接著十八區之下 做了一些小區 譬如順利 好得 是吧 這些群去做一些資訊的傳遞 第二呢 就是抹黑 第三呢 就是組織那個群 即那個地區的違法活動 是吧 第二呢 就是那個功能性很強 譬如有文宣組 是吧 有連龍場組 有十八區連龍場 資訊組 另外呢 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 起底群 譬如出名一點的 就是 老爸找兒子群 跟著呢 就亞仔找老爸老母群 是吧 有些呢 就是專起警察底的 第二個呢 就是專起一些 我們叫做 建設力量的底的 是吧 跟著呢 還有黃店的 是吧 藍店的 藍店的 放藍店戏的 然後去裝修的 哇 五花八門都有 所以說 非常之厲害 也都做得呢 非常之仔細 那 立法會選舉 就來到了 那麼高sir也都見到呢 他們開始就發動一些 立法會選舉的戰略 戰略文宣 戰略方法 他教人 第一 一個人怎麼拿三票 手持三票 其實最多一個人拿兩票 不過多一票就是公司票 公司票 特別是零售飲食 出版及文化界 所以高sir在前兩集的高sir正能量都分享過 為什麼要叫我們的市民 第一要登記做市民 第二一定要堅守某一些工人組別 因為高sir在群中留意到 他們已經開始發動文宣去供這幾個界別 所以高sir已經看到有危機 所以就作出一些呼籲 第二就是他在裡面也教大家怎樣成立工會 然後也是怎樣去發動一些恐怖文宣 好像那時候去抹黑修例事件 抹黑23條 所以這個Telegram群就非常之恐怖 當然他最恐怖之處就是高sir所說的加密性 他很厲害的這個軟件 你只要做出一些設定的時間 他就能夠隱藏自己的電話號碼 所以就算警察在裡面都看不到 也都找不到他那幫犯罪人士在哪裏 所以在那個查案就更加吃力 還有在較早前的修例事件 他突然之間來過更新 他令到就算我們國家 即是祖國都沒有辦法可以知道 或者破解得到他裡面是什麼人 這個是危險的 另外高sir雖然在早兩天都發現了他們 他們就說老爸媽裡面的裙子 基本上他們有很多admin的 一些主的admin其實他們不在香港 他們在海外 證明了他們其實說沒有大台 其實全部的大台就在外國 在外國 高sir大膽去推察 背後一定是一些黑金主他們的外國勢力 我所說的外國勢力 有機會是CIA 有機會是美國 另外我們之前不是有很多的罪犯 潛逃了去外地 有機會這些大台的指揮人 就是這些潛逃的人士 背後還有CIA他們交路 基本上你整個telegram 那些操控者 那些群主 背後就是對著一些這樣的CIA 有機會他們軍人 因為這麼有系統性的部署 戰術 攻略 哇 那個簡直是我們在前面和國家級打仗 可想言之 希望特區政府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不是經濟自由的問題 而是煽動的問題 還有發放恐怖主義的問題 高sir的建議一定要去肯下決心 一定要去關了telegram 就是禁止香港市民使用telegram 另外就是關連登 這兩個是非常之厲害的煽動的兵器 如果大家不想防疫措施失效 亦都不想區議會大敗 亦都不想特選選委 就是選戰有偏差的話 高sir這個建議 希望政府真的去採用它 還有我們的市民都很慘 一個人對著一個老爸 即是兒子氣老爸老母 一個人對六萬人 六萬幾七萬暴徒 你想想那個安危性 高sir能夠撐到今天 已經是要命撿回來 不過不要緊 就是要慰著市民 慰著我們國家 就算犧牲自己在所不遲 希望各位市民都要好好地留意一下 或者如果用telegram的 一定要有些設定去隱藏身份 去保障自己安全好嗎 高sir正能量今天分享到這麼多 明天再和大家探討一個新的議題 記得訂閱高sir的頻道 以及分享給更多的朋友看 尤其是今集可以給更多 一些不太熟悉通訊軟件的網民 即市民街坊可以更加了解 他的運作和煽動的原理 好嗎 明天再和大家再吹個水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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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